第一個合約快結束的時候就是一直上 然後那時候我發現好像有點進步 然後後來就決定要再繼續第二個合約 我在WOW從等級3就是慢慢的升到等級7 那我從一開始就只能用單字片段來跟顧問聊天之後 那現在一定能夠輕鬆的跟顧問去做FreeTalk 我覺得25分鐘這個設計還不錯 就是4位我們叫番茄時鐘法 就是用25分鐘去做學習 那我覺得25分鐘其實對學英文來說我覺得已經很充足 因為如果英文講的沒有那麼厲害的話 你會就是會覺得有點疲乏 因為如果超過一段時間可能專注力就沒有那麼的強 我覺得就是WOW有分一對一跟一對三 那一對三的部分我覺得最大的優勢就是可以 當天訂課當天上很方便很彈性 那一對一的話呢就是可以自己上傳教材 然後跟老師去上課再 現在有新的官方帳號可以加入 然後他在訂課前一個小時就會跳通知 我不用再去射鬧的東西就覺得很方便 在今年考多一之前其實我都沒有去考過試去 衡量自己英文有沒有進步 那後來是因為我一直密集的上課 所以在上課的過程中發現我能夠跟顧問就是流暢的溝通之外 那我有去上在英文受課的課程裡面也能夠流暢的跟外籍生溝通 然後第一個合約快結束的時候就是一直上 然後那時候發現好像有一點進步 然後後來就決定要再繼續第二個合約 有考過多一嗎 所以有那個衡量的標準 所以其實在領域上面寫多一跑到九百多分 所以在面試的時候面試官都會很有興趣說 我是怎麼學英文 就是怎麼達到九百多分這個分數 對 然後就會跟他們分享 我是透過閱讀英文小說號 自己去另外上線上英文課程 然後去進行自己的英文能力 英文變好就是也可以讓我在市場上面有競爭力 就是除了可以選擇台灣的公司之外 也可以去選擇外商 未來如果有機會 我也會想要往外商公司這方面去發展 在這邊就是WOW有去聘雇不同國家的顧問 那你可以從這些不同顧問身上 學到不同的文化背景 所以我覺得環境很重要 因為會迫使你用英文去考中 讓你的英文的口說能力變好 我覺得WOW是一個很棒的一個環境 就是可以提供學生去學習 那很感謝WOW提供給我這個平台 讓我學習英文 我學了 我在社交學 我學習鑿的環境 在社交學 我學習英文的語言 我的教學